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木木学姐 随着练剧人动漫的大火 当中天马晴空的剧情 也被受粉丝们讨论一起解读 作者藤本素也会以一个热心网友的身份 透过直播和大家互动 发一发彩蛋 顺便再透露一些小秘密 比如自爆曾经接见过的一些片段 那么这一期就来为大家判别一下 《炼剧人》第一部包括漫画里 都出现了哪些彩蛋和像其他作品致敬的画面 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炼剧人》里的内涵 并挫充奇怪的知识 不过开始之前也别忘了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不错过每期影片的更新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 刀男的造型 刀男也就是《武士刀恶魔》 初次登场于动画的第八集 并发起了恐怖枪击事件 试图杀死电刺 而刀男变身《恶魔人》之后的造型 参考了电影《地狱男爵》里的纳粹军官 科洛宁 曾本书在《访谈》中也曾经表示 漫画中的恶魔以及魔人 多半都是来源于他喜欢的电影以及游戏 然后再将喜欢的角色组合而成 第二 找串秋的香烟 在动画的第十二集中 秋和贝泽都缴获得幽灵恶魔对战 关键时刻 幽灵恶魔停止了攻击 并给秋递上了一只写着 愉快去复仇吧的香烟 而这个经典的桥段 其实是置尽了早前的一部叫特别的他的动漫 里面的一个片段 就连藤本书自己直播的时候也发话 说这不就是抄那个叫特别的他的吗 这不抄作实属让人迷惑 你神经病啊 不过藤本书曾经说过 骗巨人更像是暗黑版的特别的他 因此不难发现 这两部作品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都是那么的怪蛋荒谬 很多时候会让人看不懂 不过这也恰好是他的魅力点之一 而在特别的他里 也出现了一只写着never know best的香烟 这只香烟的主人 是一位叫妈咪美的女孩 是一个孤独迷茫渴望陪伴的少女 而恋巨人和特别的他里的这两个香烟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用来揭开角色故事线的核心内涵 对于邱而言 复仇几乎占据了他人生的一大半 他的故事始于复仇 也在仇人之间迎来了结局 而对于妈咪美来说 他的故事写尽了对青春的彷徨 并且从一开始就很孤独 但是到最后 他还是孤身一人 从渴望他人陪伴 到独自离开了小镇 也许他在某一瞬间变成了大人吧 或许对大人来说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两部动漫中香烟上的文字 同样也都暗示了该角色内心的诉求 第三 电刺头上的电锯 除了邱的香烟之外 电刺头上会长出电锯这一点 也和特别的塔利的男主 姿态很像 同样也是能从头上长出一个东西 感觉电刺头上长电锯的形象 也是在致敬这部动漫 第四 地狱恶魔的手 致敬了法国的短片 一条安达鲁狗 在漫画第六十三画里 神偶恶魔召唤了地狱恶魔 把电刺一众人 拖入了地狱 而地狱恶魔出场的桥段 藤本素则运用了大量的超现实主义表现形式 先是在百货大楼的上方 出现一只巨大的手 下一幕 则是一只爬满了蚂蚁的断手 出现在了草丛中 随后更是一连串超现实的景象 比如挽满了门的天空 满地的手指 还有暗只恶魔出场时 满地被腰斩的宇航员 充分地表达了地狱的邪气和恐怖 而刚才提到的那只爬满了蚂蚁的断手 在短片《一条安达鲁狗》里 也有相似的场景 此片也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电影代表作 不过这部短片既没有一条安达鲁 也没有狗 是以不用来表达人荒诞梦境的短片 因此当中的很多片段 都非常的莫名其妙毫无逻辑 不过它在影史上的影响却非常的大 世间都被人不断的模仿和解读 同时炼巨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以及大尺度的各种故事 也和该短片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五小小轰的车 同时也是炼巨人中最受欢迎的非生物角色 首次人期投票排行第七 第二次人期投票中 获得了9269票 击败了一众对手 排在了第15位 赫瓦的兄殿 则排在了第25位 小红的爱车 之所以会如此受欢迎 也和她亮眼的战绩有关 不仅牺牲了自己 破解了敌人的伪装 让对方的阴谋 没能得逞 此后又在岸边从高速掉落时 被她减少缓冲 最终被砸烂 并迎来了自己的落幕 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角色 而小红爱车的原型 则是一辆历史悠久的卫星车 菲亚特500 这辆车的身影 也曾经在日本的国民动漫 《鲁邦三世》里出现过 与此同时 小红和她的车 在刚才所提到的特别的塔里 也是有机可循的 看来藤本树 确实非常喜欢这部动漫 当中的法夹班主任 龚春和小红的法夹造型类似 而且她带款买的车 也受到了战斗的波及 被突然从高空坠落的机器人给砸烂了 虽然这两辆车 都有着相同悲惨的命运 但小红的车 还是使得比较有价值的 第六 虚之恶魔的造型 虚之恶魔作为炸鱼恶魔 在动画的第五集中 仅仅出场过一次 邱和吉野把它绞杀了之后 从中获取了枪之恶魔的肉片 同时 这个鱼的造型 也参考了伊藤润的系列中 较为出名的一部作品 《鱼》 而这部作品中 也充满了不少出奇的脑洞 第七 鲨鱼骑士电刺 在漫画的第49画 电刺和雷塞 以及台风恶魔战斗的场景 似乎就是致敬了电影《沙卷风》 该电影讲述了一场可怕的超级绒卷风 将海里的鲨鱼卷入城市的故事 同时电刺骑着化身鲨鱼的臂目 恰好对应了《沙卷风》里 男子骑在鲨鱼背上的一幕 第八 藤本树的关系库 在早穿秋回忆起童年时期的家里 电视机的一旁 出现了写着远山花镜的海报 其实是藤本树以前的助手 而在书架上的《骇从采集》 则是远山老师的作品 另外在漫画的第39画中 电刺和马骑马去约会看电影 在电影院的左侧 出现了一个写着《灵异回幕》的广告牌 也是远山老师的另一个作品 《替灵异回幕》 看来藤本树和这位远山老师的感情不一般 到处都可以看见他的广告植入 不过远山花镜 或许是藤本树所有助手里面 风格和他最大的了 无论是剧情构思 人色画风以及构图 都充满了浓浓的藤本树既视感 第九 炼巨人的粉丝 在漫画第89画中 炼巨人因为从恶魔手中守护了人类 因此收获了大批量的粉丝 并被称作为英雄 当中就有粉丝Cost成电影《十三号星期五》里的杰森 和德州电剧杀人狂敌的人批裂 最后是炼巨人 各种人气角色的死亡 整部作品中除了男主电刺以外 其他的角色几乎都领了便当 关于让角色突然死亡 彭本树在一次的访谈中 曾经给出过这样的解释 他不喜欢有预兆的死亡 让一个还能伸挖下去的角色突然死去 反而更接近现实中的死亡 同时他也说过自己很喜欢离别的场景 尤其是男女其实的离别 所以蕾赛和电刺的离别 邱和姬野的离别 还有电刺和帕娃的离别 终究是因为阿树喜欢画分离 好看耶 而在炼巨人动画最后一集 电刺和刀男的蛋蛋比赛中 彭本树也通过直播 发了一句富有哲学的话 这是一个一旦开始 以灵魂结束的故事 电刺一开始 把自己的蛋给卖了 然后把钱给黑帮还债 最后电刺化成蛋蛋恶梦 教训了黑帮的孙子 也就是刀男 让刀男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 化作姬野的振魂曲 相当于一种因果轮回 圆满结束 那么小伙伴们 还知道炼巨人里 有哪些隐藏过彩蛋吗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 喜欢木木的 也别忘了点赞哦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